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忠告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26号 我这两年写的诗集母亲 还有我的小说黑夜的曼博 在台北市 要由玉山出版社帮我主办最后一场的发表会 台北市的发表 台北的发表会 当然是最大的一场发表会 也是最重要 也是最后一场发表会 那么这场发表会完了以后呢 4月10号呢 我们美农的同乡 要为我在我的故乡 办一场 追加一场我的故乡 我我写的小说的故乡在美农的发表会 那么这场发表会 那么这场发表会 3月26号就是这个礼拜六 下午3点钟 他会在台北市正江街3-1号 台北市正江街3-1号 这个书店的名字也很有趣 叫做左转有书 向左转有书店 左转有书 书店 在那边发表 我和我女儿的母女的 这个妇女的签书会 这场签书会有很多重要的作家都会来 有写这个傀儡花 也就是斯卡罗的原作者 陈耀昌医师会来 还有写这个爱尔摩沙的玛利亚 那个曹明忠 曹老师也会来 那么李小峰李教授也会来 那么写诗的胡长松也会来 那么台湾的名诗人 这个李明勇也会来 我正在邀请这个简医院 邀请江霞 我们以前的立石道顶的老朋友 也会来出席 希望我们的快乐电台的听众朋友 还有以前我们立石道顶的老盟友 也能够一起来 大家见个面 大家好久没见面了 台北市正江街 三支一号 左转有书 这个礼拜六 三月二十六号 下午三点钟到四点半 发歌的签书会 这是第一个向大家报告的 第二个就是 这段时间 因为乌俄战争的结果 整个商业的行为 都受到很大的行为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发歌向大家推荐的 北大五三的咖啡 或者是从法国进口的 普罗旺斯的橄榄油 在行销都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在生活上也有点压力 如果大家要支持 发歌的北大五三的咖啡 或者是普罗旺斯进口的 法国的橄榄油 请你打这支电话 0983-468-356 0983-468-356 或者是你要买发歌的书 你不方便到签书会场 你要顺便买的 也找这个吴太太 一起服务 0983-468-356 好 今天发歌想要讲 我在这本黑夜的漫步里面 所写的一篇小说 叫做叛逆的猪 缓叛的猪 你都知道 全世界有名的作家 经常把动物 用来象征 用写成小说的一种象征 用动物来象征人的世界 譬如说日本的有名的作家 夏木素石 所写的无乃猫也 用猫来象征人的人的本质 譬如说 你这个纽约很有名的 马哈登的戏剧叫做猫 猫 这个戏剧呢 也来台北 或者是台湾演出好几次啊 你还要用非常高的价钱去 去买票去看 对不对 他的舞台剧猫 或者是说你小时候 或者是中学时候 你喜欢看的摩尔威尔 或者拍成电影很有名的白金记 他是用那条金鱼啊 像啊 这个魔鬼一样的金鱼 来象征着大自然界的力量 或者是之后的是最近的啊 大家很喜欢看的大白鲨 也象征着大自然的啊 缓扑啊 大自然的一种力量的缓扑啊 都这个都是在文学技巧里面啊 用这种动物啊 来象征着人类的世界 或者是象征着大自然的世界 那么像这样的手法呢 在文学家里面经常使用 那么发哥呢 也用猪来写过一篇小说呢 在这次黑夜的曼博里面 我用写的这条猪呢 的象征呢 他是一个叛逆的猪 这个猪的故事呢 倒不是我编的 倒是真的是我在 初中时代呢 碰到过的一件事情啊 是我家里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我的脑袋里面呢 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我们小孩的时候呢 大家 说人 美人 很笨 骂人家很笨 你说你是猪啊 或者怎么样啊 或者是你 你甚至你到了 当兵的年龄 你到军队里面去当兵 做了这个 这个band的事情 班长都骂你 你是猪啊 你是猪啊 是不是这样 动不动都用猪骂人 其实动物学家呢 去这个 做这个测验啊 猪的IQ呢 猪的这个IQ呢 是很高的 在动物里面 猪的那个知识是很高的 啊 事实上啊 如果你知道呢 你如果是原住民的猎人 他都会告诉你 猪在野地里面 那个山猪啊 山猪就是 就是没有被人 训养过的猪嘛 啊 在历史上啊 猪是人类啊 所训养的动物里面 最早的几种动物啊 山羊啦 猪啦 啊 狗啦 这是人类 在原始时代 人类最早训养的动物啊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 汉字里面写家庭的家 家庭的家 一个宝块头 底下那个 就是猪的意思啊 啊 一个宝盖头盖的房子里面 有养猪 才成为一个家庭啊 可见的人类在几万年前啊 就已经懂得怎么样去训养那个猪 啊 猪变成主要人类的 肉类的来源啊 人类是把猪训养了以后 猪才慢慢变笨的 猪被人类 被人家养了以后 有食物供给他吃 然后被捐养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 他才变懒 你在野地里面的山猪 带完了 刷地 你猛的原住民猎人看看 原住民猎人都知道 山猪是很爱干净的 山猪为什么很爱干净 山猪绝对不会在自己的窝 在这个盲草里面 他自己用卷一个窝窝在里面 或者是躲在山洞里面 山猪绝对不会在他的山猪的猪窝旁边尿尿 后放大便 他绝对买了 为啥意思呢 他怕猎狗 闻到那个味道 追踪到他家里来 把他猎杀 山猪绝对买到他自己的家里面 放晒放流 所以真正的山猪的本质 他是很爱干净的 所以你骂人家 脏乱 不爱干净 说你是猪哦 这不对 猪的本性并不是脏乱 猪是被人家养了以后 学习人的脏乱才变脏乱的啦 你知道吗 是人脏乱啦 不是猪的脏乱啦 猪爱干净以外 懒惰的人 我们就骂他 你是猪哦 猪才不懒惰啦 你想想看 在山里面的猪 它是多勤劳 在山里面要寻找那些食物 有那么简单吗 你知道猪怎么要去找东西吃 用你的皮啊 猪为什么 山上的野猪 为什么鼻子比较长 为什么要长獠牙 就是野外的环境里面 它唯一能够 去把这个 这个食物从土里面挖上来 都是用你的皮啊 所以野猪的鼻子比较长 都是天然的 啊这个自然进化论里面进化出来的 啊这个皮啊 用那样 就像鱼类的 把什么 你种的什么 蚵 芋头啦 地瓜啦 蚊奶啦 过的都像用鱼类 这样给你捏起来 捏起来 捏起来 啊手筋啊什么东西都捏起来 去吃 这样去吃 啊三猪被人家训养变成家猪以后 那皮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啊会容易 掉胸啊 啊双猪 没有呢 双猪就像捏的 那酒头这么来 它也不会掉胸啊 对不对 啊在双猪 你要捏这个头 来面 去找到雕琴来吃 那双猪 可以奔 奔大吗 奔大猪 哪有可能 又捏下来呢 所以双猪的本性 也不是本肚子啦 啊双猪 你如果 问这个圆子民啊 那双猪是很勇猛的呢 捏这个圆子民的猎人在打 还是在打双猪的时候 让双猪 要穿过来 用的疗牙 跟他的肚子里面 脸的疼子都给他捂出来 双猪有可怕 你知道吗 双猪猪都捏得这么简单啊 你拿一个菜桌子 就要把双猪给他捕了 你温戏的 对不对 多少人去打双猪 猎犬高啊呢 都让双猪 捕到这样 都走出来 双猪是很怕的 啊双猪是很勇敢的 所以真正的猪 野生的猪 没有被人家 卷养 还没有被人家养的猪呢 是具有很多的美德 最后不及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原住民都知道 那一群猪啦 双猪的 工的双猪 跟猫的双猪 又带猪子 那让猎人追逐的时候 猎狗来 在他围杀的时候 我跟你说 双猪的工的 这个双猪的 龙 都回头起来 对抗双猪的猪啦 为什么工的 会回头来 对抗的猪呢 要让这个双猪 双猪的 跟双猪的 狗 有时间 走起来 双猪的 龙啊 混用抵抗 人双猪的 母的跟狗的 有时间 逃走啦 所以双猪有三大美德啊 第一个勇敢啦 第二个爱家庭啦 第三个爱清洁啦 所以你每人说 你是猪喔 我跟你说不对 猪比人 还有美德啦 你知道吗 你猫一个 猫一个 骂羞的动物 应该猫 你是人喔 怎么才对啦 你知道吗 不是说你是猪喔 猪比人 还有美德 你知道吗 双猪的工 收到家庭 收到 收到 敌人的工具的时候 工的 做工的 是在猪孔到地 让太太跟他们有时间 倒走呢 逃亡呢 可以逃亡呢 我们现在家庭里面 老公先走啦 走到比母国更快啦 所以呢 我们是对猪不了解啦 我发哥要说的 这个猪是这样啦 这个猪的故事啦 我们小孩的时候 那时候 住在美龙的村子嘛 啊 大家 住在村子大 他们都知道 啊 你们家如果是有刺猪的 都知道嘛 吼 你 你住山河院 啊 啊 你这个山河院的地 都是刺到 山河院的外面啦 就是你的肚房后面啦 对不对 你吃饭铁饭铁的后面 买到人的山河院 的来面 的刺猪啦 一定刺到山河院的外面 另外 盖一个小瓦房出来嘛 那地塞的味才不会 这个飘到 山河院里面来嘛 在山河院外面再加盖一个 地条嘛 啊 这个地条 啊 我们同样啦 同样啦 这个山河院外面 起一个地条的啊 起地啊 啊 以前这起地啊 特别是我们客人啦 我们客人有一句话啦 啊 主祀和 啊 这个 这个 我们老人 老大人 就这句 客义的 食义啦 啊 叫做什么呢 贫穷木团族 富贵木团书 什么意思啊 担当欣赶 孙老大人 在? 那深 Andre 貧窮的時候,都要養幾隻豬啦,為什麼呢? 家裡吃剩下的東西啦 會做豬飯啦,讓豬吃啦 不要浪費啦 吃出的東西讓豬吃 豬總是會大隻,大隻之後 把它賣掉,家庭裡面有經濟困難 要有錢來周轉的時候,把豬賣掉 賣的錢啊 就可以周轉給孩子去念書啦 孩子念書才有前途啦 所以客家人重視教育啦 或者孩子要念書的時候 也不必去向人家弯腰哈腰 啊,去向人家借錢啦 借錢很沒有面子 借錢以後,人沒有人格啊 才能夠培養客家人所謂 鞠躬的精神啦 和人家借錢,人的人格就低賤了啦 就低人一格啊 所以客家人說 貧窮莫團豬,富貴莫團輸 客家人的品格就這樣養成了 所以豬對客家人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和豬有關係 發哥為什麼要講這個豬的故事呢 來,讓我看看 是多豬的 愚その擔心 快樂救護香港 九七点五 快樂昏寒南 九二點三 快樂大大中 八九點五 快樂大大廈 八九點三 快樂華當 九八點三 快樂佩歐 九六點七 快樂紅蝦 九一點三 各位台中朋友 我是五金发发哥 发哥今天介绍我的小说 黑夜漫步里面的一篇小说 叫做叛逆的猪 缓叛的猪 那么发哥家里也一样 一般的客家人同样 在山河院外面 有个地条 吃几只猪 我阿嬷 吃的猪母 生的猪子 猪子猪比较大吃了 有老几只猪起来 吃着大猪 村子就卖给人家猪子 卖给人家 这个猪贩子 猪贩子卖给人家 所以母猪生孩 生猪子的时候 生猪子都是家的猪 因为猪子 吃几个月一后 就有猪贩子会来买小猪 买小猪 就先赚一笔 再留两三只起来 养成大猪 阿嬷当然很欢迎 这些母猪 生了十几只小猪 生个十只 十一二只 所以 我们过年的时候 在条都要带一个 六处兴旺 对不对 我同学 小时候 不知道 到过年的时候 要贴这个红子 六处兴旺 贴在他自己家里的门口 被他的阿嬷 阿公 迷得要死 六处兴旺 是要 打到地上来 你打到我们祖堂里面 你是搞什么 六处兴旺 猪是猪身 大概在祖堂上面 那么所以 这个猪 生小猪 阿嬷很欢迎 但没注意 就一直在祀 祀到 两三个月 大的时候 有一个荷乐人 来买这个 买这个小猪 要买去做 做这个种猪的 要养成大猪的 种猪 美龙东西的 都是美龙地 很有名 美龙猪很有名 桃圆种的 美龙猪 黑猪 就来算 算几家 猪贩子 要来买几只小猪 买去当 种猪 卖给别人 阿嬷当然很欢迎 卖小猪 我们就有钱赚 这猪贩子 来选这个种猪的时候 算一只 两只 三只 算三 三四只 突然在选 这个小猪的时候 突然抱起 你一只小猪 很大声讲说 跟阿嬷说 你怎么没注意啊 他说 你这些小猪是 五爪的 五爪的就对了 蛤 你知道呢 乡下人有一个忌讳 猪的猪蹄 前爪是四 四蹄的嘛 这个猪爪是四个蹄而已啊 有五爪的猪是一个不吉利的 你知道 是骑行的啦 骑行的五爪猪 我们只有人才是五爪的嘛 啊猪只有四个蹄嘛 啊五个蹄呢 在迷信里面呢 是不吉利的嘛 要说一个轻轻的啦 人家说的六道轮回啦 这个道教佛教里面讲的啦 有五爪猪呢 是那个 是 是 是恶人呢 啊 前世做恶太多了 在轮回的时候 啊 轮回的不完整呢 变成五爪猪了 这是恶人的投胎呢 所以这个养五爪猪呢 会倒霉啦 这个是一个 这个 这个不吉利的事情 要把它丢掉啦 说 哇 这五爪猪啊 啊 这样子啊 哦 祖母吓了一大跳 把那个猪 抱来看一看 真真 前爪是五爪 所以那个猪贩子 买了猪 走了以后呢 那只五爪猪呢 阿公阿嬤都觉得 不吉利啊 但是又 舍不得啊 那怎么办 又不敢杀 杀掉他 又不敢去把他活买 怎么办呢 就把这只猪呢 丢到河边去 那我家附近啊 不远就是美农溪啊 啊在美农溪旁边啊 就是一片 一大片的麻竹林 竹林里面 阿嬤就偷偷的 阿嬤是姓活教的 耗生之德啊 不忍心把他杀死 就把那只五爪猪呢 放生在那里 让他呢 自生自灭 都没有想到 这只五爪猪呢 普通小猪你 三四月 两三个月的小猪 放出去 一定会死掉 不久就会饿死 但是这只五爪猪呢 竟然奇迹式的活下来 在横子里面呢 可能放生的季节呢 都是春夏之秋呢 春夏之交际的时间呢 开始下过雨后呢 竹林里面有竹笋呢 这只小猪就去吃竹笋 就活下来 还有这个竹林里面 旁边有一些茅草 一些牧草 牧草笋 他吃那些牧草笋 活下来 有的时候 渐渐越来越大只 他躲在那个牧草里面 有人想要抓他 也抓不到 晚上就偷出来 就吃人家的芋头 慢慢的越来越大只 就有人发现 你们那只猪 跑到我们农作物 田里面去偷吃我们的 那个芋头啦 就有人抱怨 就有人来 跟我们阿嬷 阿公道啦 说你的笋 放到这个 这个顶子里面啦 来偷吃我们的东西啦 这样哪是办法啦 不然你偷 你叫他抓回去啦 叫他抓回去啦 破坏我们的农作物啦 阿嬷让他们黏黏黏黏黏 我不好意思啦 就叫阿嬷啊 他跟他一只地啦 阿嬷是跟他抓回去啦 啊抓回去啦 抓回去啦 关起来啦 阿嬷到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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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抓回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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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呢 吼 已经到放出去的时候 没什么样子了 那毛呢 毛都倒树起来 脈瘦稍微红红红红红了 吼 很怕的啊 像恶魔一样啊 那时 有了野性以后 那个面貌很凶恶啊 看了会怕啦 你看了会怕啦 但是呢 中时呢 我没人跟他抬 啊抓了 中时 不要破坏人的农作物啦 就用另外一个铁笼子呢 把它关起来 啊结果呢 这只地呢 抓回来后啦 拐到铁笼子里面啦 好啊 享受过自由的株啊 因为把他放在河川里面 各位啊 虽然说不是 死了 没说该庸重来说啦 没什么肉来说啦 三皮八来说啦 很压性啊 享受过自由的株呢 你关不住了啦 一直弄在铁笼子啦 百名也在弄 那时也在弄 铁笼子啦 铁笼子啦 一天 这样 两天 这样 三天 这样 弄到铁笼子去 啊 又 喂 喂 这样啦 百名人在睡 他也在喂 怨到 現在整個人都沒睡覺 整個人都沒睡覺 整個人都沒睡覺 你就已經很煩了 結果越叫越大聲 人家旁的家伯 都沒睡覺 就一公子就來教了 你們家是怎麼做 你們家是一隻豬是怎麼做 人家在睡覺 人家都沒睡覺 人家都沒睡覺 這隻豬怎麼不知道就抬抬抬 沒說好事 抬起來 阿嬤跟阿公說 什麼人家抬抬 什麼人抬抬抬手 所以人家一定念 但是阿公阿嬤就說 什麼人家抬抬抬手 最後就收拾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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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沒有人報到警察局期 抓了要發 當然不能輸進台地 台地 就要叫水 台地有台地的水 你知道嗎 所以你當時會記得 台地的豬肉 要蓋一個陰子 所以你買豬的豬肉回來 有那個印章有沒有 那個才是有叫過水 輸進台地不能 所以收集說 就將這隻豬 拿回去後 晚上頭頭 在浴室裡面 把他 偷台 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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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豬肉 切豬肉 將這隻豬 切豬肉 總是要送 肝臟 豬心 送到我們家來 這隻豬肉 把你拿掉了 豬肉 把它切起來了 豬心 豬肉 表示說 你送這隻豬給我拿 我豬心豬肉給你 豬心豬肉 豬心豬肉送到我們家來 擺那隻豬肉 我看到那些豬心豬肉 豬肉 看一隻豬肉 為什麼呢 我印象很深 那不是那些豬心豬肉 上來那些豬肉 那些豬肉 無燭光 底下這樣照下去 那些豬心豬肉 那些豬心豬肉 是黑色的 比一般的豬心豬肉 比較黑就對了 就黑色的 這就是我初中時代的印象 為什麼我到現在六十多歲了 我對這隻豬的印象這麼深 那看到豬心豬肉 黑色的豬心豬瓜 印象這麼深 但是我沒記得 我們家的人到最後 有種豬心豬瓜切來煮 或是切來醬過 到底有醬過蕾 還是我來煮來吃 不知道啦 不會記得 但是那豬心 黑色的豬心 和黑色的豬瓜的顏色呢 我永遠會記得 還有另外一隻豬 這個叛逆的豬呢 享受過了自由以後呢 你永遠再也關不住它 這個故事呢 我永遠都忘不了 已經過十年了 還會記得就對了 我寫這篇小說的意思是說 連一隻豬啊 連一隻豬啊 享受過自由以後啊 你要再把它關起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篇小說的用意是說呢 人一旦享受過自由 人一旦享受過自由 知道了自由的知味 知道做為一個自由的人以後呢 你要再把它關回到鐵幕裡面 是不可能的啦 我這篇小說的用意 啊它的寒這個寓意啊 這個寓意啊 就是說啊 像一所寓言這樣子 影射的意思是這樣 我總的這也是在封世公啊 你中國人啊 你這個中國 中國 中國人民共和國 你有十四億的人民 為什麽你十四億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共和國人啊 你為什麽讓共產黨 關到像鐵啊這樣就對了 連鐵就知道說 爭處自由啊 你只要是享受過的 人權自由以後 你就會消去爭處自由 就算是被殺死 他也要爭取人權自由 連鐵就知道了 為什麽你十四億的 中華都不知道了 為什麽在台灣 情出過的自由的人 享受過的自由的人 為什麽已經享受過的自由的 國民黨的有的人 還說的不是人說的話 還想將台灣人 還改動國民黨的專制的時代 我這篇小說的 是跟國民都說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連鐵就知道要爭處自由 享受過自由的鐵 你就拐不住 人哪有可能呢 你看看烏克蘭啦 烏克蘭脫離 蘇聯的這個共產黨的統治 獨立三十年了 烏克蘭跟蘇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裡面討論 你敢知道烏克蘭是 餓死的 被鬥爭的 被鬥爭的死掉了一千萬人 這就是為 以上密蘇聯解體以後 烏克蘭要脫離 蘇聯變成一個獨立共和國的原因 他們脫離了蘇聯以後 馬上辦自由民主選舉 變成民主國家 烏克蘭獨立變成民主國家三十年 你現在蘇聯 你普丁要把他再關回去 俄國要變成俄國的一方面 你看看烏克蘭現在的反抗 你有可能把他拐他 等於變成俄羅斯的一部分嗎 當然烏克蘭的人民不願意嘛 連鐵就沒了 烏克蘭的人民怎麼會願意呢 你用大炮用飛彈 他也不願意啦 把你抵抗到抵抗啦 所以這筆修策 請你買來看啦 發哥的這筆修策 跟他一筆修策 這筆修策 這筆修策五十二筆 沒有一筆 沒有一筆都跟他有親美藝術在裡面 連鐵就知道要自由啊 連鐵享受到自由 你要乖就不可能啦 好控是人民耶 好控是人耶 感謝你的收聽 明天感謝時間再見 拜拜 阿度別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